大肥安天娜 張國榮世世二十周年 陸續開始一路去 我認識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是做唱碟譜的 做二手唱片 他在網上答應了 就是說從昨天開始 他唱片裏一路播張國榮的歌 一路播到四月頭 張國榮離世 這幾日有個新驚喜 就是張國榮生前錄的歌曲 《最愛是誰》 這幾日面世 這部MV找來李麗珍拍攝 這首歌是林子祥原唱 張國榮翻唱之後 原本打算放在八九年的實錄大碟裏 但結果這首歌沒有出現 輾轉三十幾年 我們終於有機會聽到哥哥的《最愛是誰》 講講好《最愛是誰》 就是填詞人潘元良 寫給他當時最愛的女朋友李麗珍 李麗珍和張國榮其實也都在八五年合作過電影 《為你鍾情》 《飾演情侶》 當時兩個人都漂亮 十分清潔 三十八年之後 李麗珍再為張國榮的歌曲拍MV 很可惜哥哥已經不在 MV中的李麗珍 在永濟的車廂中 一個人 只是一個人孤獨地站在那裡 他一個鏡頭直落眼下去 從若有所思 到潛艷落淚 看得令人心痛 車廂的人先後下車 到最後他默然回首 然後都跟著下車 MV最後一個鏡頭 就是空無一人的車廂 李麗珍演的不是戲 他演的是歲月 寫這篇文章的人 看這段MV很精彩 他叫做郭靖妍 我昨晚都有看 看著李麗珍 看著李麗珍的演技 看著他的落幕 由落幕開始傷心 到最後尾空無一人 心情是相當難過 一代巨星不可複製 到今時今日 我近期有 上年的十月到現在 申請回李麗珍 他們都是哥哥的歌迷 兩個都不夠三十歲二十多歲 你就知道哥哥 他的影響力 不是我們這些老鬼 而是一代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 我今早早的起心肝 走了去北角找個朋友 之前我也都送了兩套張國榮的畫冊 是由黃水斌所畫的 有些已經賣斷了也都不可複製 也都有張國榮電影角色的畫版 那我拿齊了一些 甚至有一本是沽本 你要找都找不到 那當然 明晚的生活王國 最愛張國榮 我將這些珍藏送給各位網友 只要你明天九點鐘至十點鐘 生活王國 那我可以出一些條件 證明你是張國榮的歌迷或者影迷 盡快地在我做節目的時候 你講得出答案的話 那我就會送給你 極稀有 超級珍藏級 其中一本 你有錢 都已經是沒辦法買得到的了 希望 大家喜歡哥哥 最愛哥哥的人 明晚 九點至十點 生活王國 最愛張國榮 拜拜